太昌元年公元1620年 这年按甘之纪年法是一个更生年属猴 本年度一艘叫做五月花号的轮船 承载着102位旅客 从英国的普利茅斯港出发 横渡大西洋 然后驶向他们此前从未去到过的新大陆 北美洲 在华夏大帝 这一年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年份 常年挂机不上班 自闭不工作的万利皇帝 名神宗朱义军驾崩了 我轻轻的待证 我轻轻的死去 我挥一挥手不带走紫禁城中的任何一片云彩 江山是主人是客 万利就这么死了 接万利班的是他的儿子朱长洛 我们称为太昌皇帝明光总 我们要知道朱长洛在当皇帝之前 可是足足做了18年的太子 可以说 这位人兄绝大部分的政治生涯 是在他父亲万利的时代度过的 万利其人 半只眼睛 看不上朱长洛 而对自己宠妃正式的儿子 浮王朱长巡是多有青睐 再加上这个郑贵妃惯会煽风点火 动不斗就跟皇帝耳边吹风 想要让自己的儿子在未来熔灯大宝 所以万利时常在这俩儿子之间动摇 要不是好一票大臣距离力争 朱长洛差点就和皇位失之交臂 反正总而言之一句话 朱长洛能当上这个皇帝 可以说是千难万险 千辛万苦 那是相当的不容易 所以登记的这一天 朱长洛是很开心 人逢喜事精神爽 朱长洛登记的时候不仅开心 而且根据史书的记载 他是玉履安和 意思是说 他走起路来非常稳健 又说他充脆无病容 意思是说 他春风满面 仪态正常 一点也不像是生病的样子 登记大典完成之后 朱长洛更是很有经历 他首先从国库 拨了两万两的银子 充做君子梁响 用来给辽东地区的明君发工资 其次 他废除了他奉起万历朝的矿税制度 这是一种半强迫式的杂税 多年来搜刮明知明高 百姓深受其害 朱长洛把矿税戒登之后 百姓对他是感恩戴德 他在坊间的名声 那是出奇利好 最后 朱长洛还解决了万历代政 所带来的不良影响 很多人对万历不上班 这事的定义还比较模糊 但其实这是明朝中后期 一个很重要的历史事件 或者说是特殊现象 万历皇帝的罢工 大概是从他执政的第14个年都开始 从这年的9月份起 老皇帝就开启了 他30年如一日的宅男生活 皇帝是不上朝 不接见大臣 不处理政务 不批援奏书 对这个帝国所发生的一切 都是不闻不问 普通人有权利逃离世界 可以躺平 可以摆烂 但皇帝是专职专干的 还有管理和治理国家的责任 结果万历这么一罢工 整个明帝国是全乱套了 其他问题倒还好说 光是京师地区人士任免的工作 就很快陷入了全盘的瘫痪状态 联系不让皇帝 本来应该升职的 咱升不了 本来应该调任的 他调不动 汉人院的师徒师将们 得不到工作岗位 刚刚高中进士的读书人 也安排不了就医 史书上把这种情况记载为 人治于官 官操空虚 意思是 该退休的人家早就自动离职了 但该上任的却迟迟不能道稿 因为无论大小官职 都消万历皇帝的最终确定 才能走马上任 如此这般 大名马上的官僚团队人数锐减 到万历47年 中央九部只有户部有上书 通证司有通证室 刑部和工部由户部上书代管 立部和礼部以及兵部 一无上书二无是劳 只有半岁用的公章 而读察院和大理寺时更狠 因为大部分官员早就离职退休了 所以不仅没有长官 就连部门半岁用的公章也找不到了 登基使得朱长罗面对这种情况 立刻就开始大批量的增补官员 推动人事系统的正常运转 史书在 朱长罗是一顿忙活 全是人政善政 近显明军风范 一时间朝野感动 大臣们认为 大明朝终于等来了一位 勤政有为的君王 一个一个是高兴坏了 然而距离登基大典 不过十天之后 朱长罗就病倒了 朱长罗这一病的 还不是偶感风寒 无关痛痒的小兵 因为本来他登基的第十一天 是他的生日 按照名称规据 是要举行全国性的庆典活动万寿节的 但因为皇帝病情所致 就连这么重要的活动也取消了 十天前还是个生龙活虎的大小伙子 十天后就进来SAU 实在是让人觉得世书反常 那必有妖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不是朱长罗的确身体不好了 突发恶极了 那就有可能是人为导致的 可是短短十天之内 有什么人可以导致朱长罗 生出这样一场大病来呢 历史上有关这十天 还要在这十天内 包括朱长罗的记载 那实在不是很多 因为十天来说对于帝王生涯 与历史长河来说都太过短暂 但在一份史料中 还是留下了一些蛛丝马迹 即登吉 贵妃进美女世地 为时日地患病 史书记载 朱长罗刚刚登基不久 他父亲万丽的宠妃 正式就把一批美女送到宫里 专门用来服侍朱长罗 这些美女进宫没几天 朱长罗就病倒了 二八家人 他体四粗 腰间杖剑能斩凡夫 虽然看不到人头罗 但偷摸让你骨髓哭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 郑贵妃故意派出这些美女 来诱惑朱长罗 让她整日纵欲过度 累坏了身子 因而作病了呢 很有可能 郑贵妃的儿子是朱长巡 而朱长巡曾经和光宗朱长罗 是竞争对手 但里活着的时候 郑贵妃甚至还有雇凶杀人 想要灭掉朱长罗的行径 所以郑贵妃送美女 那就跟黄鼠狼给鸡拜年一样 那是纯纯 没安好心 朱长罗病老之后 他肯定要找医生给他治病 太医院的御医医们 不说是起死回生 活死人肉白骨 那也属于是当时顶尖的医疗团队了 但起了怪了 朱长罗生病的第一时间 没找御医诊治 而是让他身边一位叫做 崔文生的内侍宦官给他开了房子 这个崔文生的履历很有问题 在成为朱长罗的近视之前 他曾经长期在郑贵妃的宫里任职 属于是郑贵妃的亲信 而这位崔大夫的操作更加魔幻 朱长罗的这场病 症状是全身无力 恶床不起 气弱体虚 结果崔文生给皇帝开了一堆歇药 朱长罗身体本来就虚 吃完歇药之后一晚上没睡觉 锅拉锡就拉了三五十次 天亮之后可以说是全身脱力 气弱油死 命悬一线 一只脚已经踏进鬼门关了 我们有留怀疑 崔文生给皇帝开歇药 很有可能就是正贵费之事的 因为就连当时的舆论都认定 崔文生要故也非妇也 意思是说崔文生这货 还不是胡乱用药 导致皇帝病情越来越严重 而是他根本就是故意的 按理说 拉了一晚上的朱长罗也应该明白 别人不可信 有病你还得找御医 但这哥们偏偏就是不信医生 一天到晚就是想找点偏方来治疗自己 这个时候一个叫做李可卓的人登场了 李可卓身大名红龙四成 这个红龙四成主要负责朝贡宴牢 几次送营以及礼仪和外交工作 而礼仪工作其中包括很重要的一条就是 皇帝册封夹封后宫中的妃嫔 都需要红龙四来操办这一整套流程 办个宴会呀 登记到册呀 颁发荣誉呀 可以说这是一个时常往后宫里跑腿的货 有趣的是 老皇帝万里在位的时候偏宠郑贵妃 正是货风最多 所以李可卓经常跑到后宫去操办 有关郑贵妃加封赏的礼仪工作 这也就是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李可卓和郑贵妃是有着密切往来的 他也很有可能是郑贵妃的亲戚 这位李可卓同志在朱昂罗病危之际 掏出了两粒红色的药丸 根据他本人口述 这两粒药丸是高人所赠 是仙丹 是灵丹妙药 当然这只可能是李可卓本人吹嘘 因为这两粒药丸说白了就是当时的方式 用各种重金属炼制出来的丹药 主要功效是催情助性 俗称壮阳药 一帮大臣们是一顿劝的 说李可卓就这个江湖骗子 千万不能信 但朱长露铁了心的要吃红丸 结果两粒下了肚 一天不到就驾崩了 朱长露的死因是显而易见的 他本来身子虚应该进补 结果崔文生给他吃蟹药 让他虚上夹虚 李可卓进现的的确是补药 但问题是 已经虚到一定程度的朱长露 需要的是缓慢的自补 而不是突然的大补 因为以他的身体状况 上来就特别猛的补 他也是遭不住的 而李可卓的重要性情猛烈 虚弱的朱长露服用两列 强烈的要向使他承受不住 直接把他给剥死了 事到如今一个完整的阴谋 终于浮出水面 因为被朱长露夺走了 自己儿子朱长露的皇位 郑贵妃怀恨在心 于是禁献美女诱惑朱长露 使朱长露过分沉溺女侧 从而身体虚弱 卧床不起 然后再派崔文生给皇帝治兵 让皇帝服下泄药 从而病情加重 最后再借李可卓之手诱导皇帝服用 壮药进捕 彻底击毁朱长露的心理防线 一场兵不戒刃刀不见血的戒刀杀人 既有此完成 当然这一切只是猜测 哪怕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他 哪怕所有的线索都留向他 作者也定不了郑贵妃的罪 当时的朝廷众人也定不了郑贵妃的罪 这个有重大嫌疑谋杀大明天子 明光宗朱长露的女人 逍遥快活 安定复足地活到了 崇祯三年才去世 可以说是人生圆满 寿终正气 他自己为他的儿子盘算了一辈子 想儿子荣华富贵 想儿子出人头地 想儿子当皇帝 甚至不惜处心积虑的 抱负儿子的竞争对手朱长露 不过他永远也无法想到 自己死后不过十二年 他那视如心肝宝贝似的儿子 就被李自成给主了 好了 我是历史其实挺有趣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点关注不迷路 我们下期见 点关注不迷路